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月18号 因为这个黑箱服帽 强行闯关 我们在这里翻过了墙 冲进立法议院 我们想坚守的 是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在等待的 是这个傲慢的政府 与台湾多数民意对话和解 当我们敲破窗户 翻进建筑物 奋力推开后中大门 矮来不及想清楚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黑暗 一整夜 警方速度攻坚 认识与不认识的人 一起用椅子堆起防御攻势 攻坚时 我们攀爬骑上 抵挡来自门外的攻坚 议场外的群众 为了避免大量的警察 涌入立院 强制驱离 千人到上万人 自发的聚集在立法院外 入口聚集 静坐 我们占领了议场内 青岛东路 吉南路 林森南八项 中山南路 开始了长达24天的苦手 许多NGO团体 组织工作者 都放下了内部既有的工作 迅速的聚集起来 搭起了舞台与灯光 24小时 不停的轮班主持活动 带现场群众进行短讲 认识服貌与诉求 是这些人 义无反顾的扛起了街道现场 与运动论述 3月23号 行政院那个晚上 当我们以肉身 直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暴力 当政府以正报警察 水车 对付我们手无寸体的学生 呼喊吐回服帽 汉味民族口号的学生 与公民之后 一场内外弥漫的愤怒与恐惧 那天晚上 整个台湾都失眠了 这场血清镇压的伤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3月30号 黑潮占领了凯达格安大道 当50万个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仿佛看见了一点 尾弱的天光 街头上 多的是一呆 大概就是五天十天 甚至是今天还没有回家的朋友 有人因此辞职 有人因此休学 有人因此和另外一半分手 或与家人争执 但是我们都还在这里 还在坚守守护的彼此 今天4月10号 占领了573个小时之后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真的真的累了 我们必须承认 这场运动不完美 围墙 巨马 舌龙的限制 将我们从异常内外分开 场景 警察寸步不离的 紧破兵人 场外面对黑道的恐吓 跟恶劣的天气 使得很重要的事情 都被忽略了 忽略了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伙伴 忽略了全新新力 但没有发言的第一线志工 我们都还不够成熟 不够成熟 去互相理解彼此 不够成熟 去处理运动决策 与发展新的开放性 我们必须反省 我们必须承认空间的局限 肉体与精神上的体累于不堪 但这是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 面对掌握了庞大的资源 断行政与立法 组织粘密的国家机器的战争 即使我们身体在疲累 我们所坚持的理想的底细 也绝对绝对不会弃手 而我们这些容易被保守的法治观念 解读为暴力的冲撞与占领行动 是因为我们想要冲破的 是这个密不透风的巨大体系 我们必须看见 这群用自己的身体 愿意承担风险 以不顾他人的背包被抗对此断 这些行动者的勇气与必要性 同时 当先锋拉高的运动能量 再靠更多的公民加入 守护这个力量 守护冲断占领的成果 我们在这场运动中 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 如果掌握者 持续利用体制来压制人民 我们也会再用这样的行动 继续抵抗下去 我们已经是更勇敢的人了 两岸协议签读条例的立法 什么时候会完成 会通过哪一个版本 对于先立法再审查 王金平的承诺是否能实现 福贸协议究竟能实质审查 修改 还是其实只能逐条表处 这些 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已经 踏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 24天以前 可能社会上许多人 都还没有看过福贸协议的条文 没有看过懒人包 不了解立法详续 守护民主平台 长期倡议的监督机制 也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 但是今天 透过网路 媒体 24小时直播 各国语言的翻译志工 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 整个台湾社会 都开始思考 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未来 却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整个台湾社会 也开始愤怒 为什么 我们的民主体制 这么像专制政权 为什么 兵经济制上的思维 总是霸凌了所有我们珍惜的事物 在这里的每个人 从静坐 从听短讲 到一起开始参加公民审议的会议 我们彼此开始讨论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 讨论福贸 讨论监督政府 讨论 到底我们想象的民主国家 是什么样子 这些讨论 正式打开了 我们自己 对于台湾未来的丰富想象 这场运动 远远还没结束 因为我们还没成功 整整过去 24天以来 政府除了虚假的话术 敷衍的回应 强硬的态度之外 什么也没有给我们 利用舆论 攻击 以及各种不实的抹黑 分化 甚至国家暴力 试图恐慨人民 逼迫我们放弃 逼迫我们去妥协 政府说 他们要对占领立法院与行政院的人民 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我们要说 人民必定会追究的是 执政者流血镇压的政治责任 如果这个政府 无愿意和人民和解 我们也不会就坐在这边苦苦等待 我们将要转手为公 重新凝聚伙伴 组织彼此 共同出击 整个台湾社会 已经用各种自发的行动 集体贡献自己的专业能力 共同回应 共同参与的这场运动 过去的三个礼拜 许多人 默默的在背后支援 源源不绝的物资 捐款不断的涌入 这些人 大多是普通的中产阶级 底层的劳工与人民 有外籍配偶 也有阿公阿嬷 这是充满善意 充满人情味的台湾人 跨世代 跨族群的合作 这是想要真正的改变的草根力量 而这股能量 远远的还没打算要撤退 远远的还没有打算要结束 戈兰伟 小蜜蜂 罢工罢客 各地巡回组织 持续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的草根论坛 我们看见越来越多 充满创意 充满行动力 自发自主的公民行动 在台湾各地 甚至是海外 都逐渐开始成行 一方面 我们要对未来的立法过程 持续监督 另一方面 我们要靠推动公民宪政会议 重新展开我们对于宪政制度的想象 大家需要唤起更多的人醒来 站出来 我们互相理解彼此的差异 互相找到共识 成为行动的伙伴 而理想的代价 与理想的重量 我们会负起责任 共同承担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坚持想要的真正的改变 绝不会棄手 我们要继续行动 持续监督政府与立法 如果这个政府执意蛮干 我们一定会重回街头 太阳花 从过种到开花 一共是60天 当花开的时候 就是我们再次集结的时候 而我们占领了 这个异常的这段时间 台湾就已经占领了 我们大家的心了 谢谢我们两位代表同学 的声明